當年那個國民黨就是因為這個黑金猖獗 然後垮台 垮台嘛 大家希望有一個耳目一新的氣象 讓民進黨上台 結果民進黨上台了 搞了半天 政黨是輪替了 但是黑金從來沒有離開過台 沒有 沒有 繼續撈錢 繼續撈錢 繼續撈嘛 台南余會的理事長 光天化日 就這樣就被人家這樣幹掉 就這樣做掉 那台南的這麼多案子 議長的會選案 都搞不清楚脈絡 然後就沒有感覺都沒有人設案一樣 好像永遠都查不出來 那老百姓選了個半天 你期待有一個清廉的政治 結果搞了半天 民進黨比當年的國民黨 你以為要乾淨 其實它黑得更黑 當年我們的媒體還可以罵罵政府 政府還怕媒體罵 現在媒體根本全部都是歌功頌德 台灣的這個槍擊案怎麼這麼多 尤其是在台南 我們賴清德總統的這個本命去台南 感覺特別嚴重 那因應台南重大槍擊案 警政署今天開始12天全國大掃黑 好 來警政署配合高檢署 今天開始實施全國同步掃黑 訴槍行動專案持續12到21天 將聚焦打擊幫派不法分子 強力掃蕩幫派賴以為生的這個行業處所 全面清查地方幫派組合涉及光電 土方建築啊 就是那些什麼廢棄物啊 那種砂石業啊這樣啊 選舉恩怨等利益糾紛案件 以穩定社會治安啊 就在前一陣子啊這個台南的余會 理事長林士傑的這個命案啊 真的是駭人聽聞啊 全台灣震動了全台灣 那林士傑他女兒是台南市議員啊 那他是地方大樁腳 地方關係政商實力雄厚啊 那等於是台南地方的政治人物 都跟他非常非常熟視 都跟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啊 這樣一個人物啊 在光天化日之下啊 歹徒對他開槍開了十一槍啊 十一槍 六槍他中中了六槍 六槍全部都是中到這個面部頭部 頸部以上等於就是 要置他於死地的這個意圖 非常非常明顯 那這個這個事情發生也才沒多久 那警政署才講啊我們一定要查出這個兇手是誰 到底是怎麼樣 結果呢今天又發生了 也不是今天昨天啊又發生了這個叫做 威政董作啊 被歹徒連開四槍打手腳啊 嫌犯稱不滿被收保護費 警存儀啊 來這個威政集團的代表人吳明達啊 跟他的司機啊 在台北市大同區的天龍三溫暖 這三溫暖的名字也蠻好玩的啊 外面遭到人家槍擊 分別是手腳中彈啊 自行就醫 無生命危險 然後這個槍手彭信男子啊 他自己去投案了啊 然後他這個公稱是說不滿 遭到這個收到保護費 所以犯案啊 那確切案情是有待調查 但是像這種其實 歹徒是開槍 打中這個吳明達跟他的司機 那是中了他的手腳 然後他們還可以自行去就醫 那這個其實叫做警告意味 明顯濃厚啊 是要警告他的 那歹徒也自行投案了 那台南余會的這個 林世傑的這個槍擊案 明顯就是要置他於死地啊 那但是不管怎麼樣 從台南的88槍 然後林世傑的這個槍擊案 然後威政集團 講了威政集團 其實他的這個黑道背景 其實很濃厚啦 就是黑道要漂白 那再包括這個威政集團的案子 那最近台灣到底是怎麼回事 甚至不是說最近 這幾年 甚至這十幾年 這民進黨執政以來 一直以來 那到底台灣是怎麼回事 好像我們的這個黑道 一直在我們的身邊 還是這麼的猖獗 將軍那個您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黑金 黑金這部電影 我這個電影沒看 但是我知道 1997年 對 我一想知道就是黑金 對 黑金這部電影 他是講當年的這個 影射當年的台灣的一些 政治的黑金的情況 李登輝的那個時代 那那個時候講說黑道啊 然後跟政治啊 然後一些糾葛 然後就綁在一起 然後黑道操縱政治 政治在土地黑道 然後雙方這個利益糾葛 然後怎麼樣 然後中間還有一些什麼 藉著宗教來煉財的這個情節啊 那這在1997還是1996年的電影 我們再套用到現在 怎麼好像今時今日的台灣 這個跟當年的這個 台灣的這個政治好像 這不是叫似曾相似 這個叫一模一樣 對啊 就是撈錢啊 就是根本就一樣 官商勾結 然後再加上黑道進來 嗯 當年那個國民黨 就是因為這個黑金倉獗 然後垮台 垮台嘛 大家希望有一個耳目一新的氣象 讓民進黨上台 結果民進黨上台了 搞了半天 政黨是輪替了 但是黑金從來沒有離開過台灣 沒有 沒有 繼續撈錢 繼續撈錢 繼續撈嘛 台南余會的理事長 光天化日就這樣 就被人家這樣幹掉 做掉了 就這樣做掉了 那台南的這麼多案子 議長的會選案 都搞不清楚脈絡 然後就沒有 感覺都沒有人設案一樣 好像永遠都查不出來 那老百姓選了個半天 你期待有一個清廉的政治 結果搞了半天 民進黨比當年的國民黨 你以為要乾淨 其實它黑的更黑 當年我們的那個媒體 還可以罵罵政府 那個政府還怕媒體罵 現在媒體根本全部都是 割公送得 全部都割公送得 你注意看有些電台 它是這個七毛淡血 就帶過去了 如果以前的時候 那個從早報到晚 24小時在那邊 從早報到晚 現在沒有了 七毛淡血就過去了 被控制住了 然後避重究竟 然後會找其他的事情 找一個基隆八美案 轉一下焦點 或轉一下共軍怎麼樣 找一下美國大選怎麼樣 講這些去了 為什麼 這個都不提了 這個以前的時候 那從早一直講到晚 要怎麼樣抽絲撥捲 這個翻天覆地啊 現在沒有了 因為現在媒體被控制了 而且媒體很容易被轉移焦點 被轉移 它有策略喔 因為大家都會看 因為一般老百姓都要 贏身賺錢過生活嘛 就是看電視嘛 很多的資訊欄也看電視 結果它電視它就把這些的 直接把這些重點就做個轉移 那重點講我們人的時間精力有限啊 你就按照電視的節奏走啊 那現在電視最大的節奏是什麼 鄭文燦的這個案子 最新的消息 剛剛收到了 鄭文燦他被收押了 被收押了 這一次 那是三度啦 三度 他這一次被收押了 他已經被收押了 那看樣子 鄭文燦跟賴清德之間 他們的這個角力 最後還是 鄭文燦還是得進去啊 那這個想要壓他的這個意圖 非常非常的堅定 好那就是看這個民進黨 現在這個內鬥 內部的這個鬥爭啊 之後下一波會是誰 鄭文燦已經被壓進去了 那下一波會是誰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們政治內部的鬥爭是如何 他們都是為了自己的權利 但對老百姓來講 黑金政治 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台灣啊 這個是還蠻可悲的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咯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心有相好 正如人 男生 沒驚喜 偶射 囤子 邋 廢 一